同學,如果重溫了之前的2.1、2.2、2.3,對於我們的生物的入門都粗略有一個印象 我們去到2.4,就是生物分類,頭的三個章節都比較上二,所以李sir說得快一點 我們去到2.4,就將生物開始分類,如果大家有印象就知道,生物的品種就十分之多 我都說過,最基本的分類就將它由動物和植物兩者分開 但如果是這樣的分法,其實品種依然很多,我們究竟要怎樣去分類 同學就反過來問,分類來餵什麼呢?我們先看2.4,生物分類 下面有一個很簡單的情景,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 去到超級市場,通常自不原發現貨架放得很整齊 同款的物品就會放在一起,例如奶類就奶類,飲品類就飲品類,冬肉就冬肉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很明顯就是方便 我們看到了,將類似的物件放在一起,做人的工作已經是一個分類 我們生物既然有這麼多種,以百萬計,當然要用口系統去進行分類 好了,接著下去,我為什麼需要分類呢? 剛才也說過了,將相類似的生物放在一起,進行一個有系統研究 這是我一直都會強調的,我們在單元一的時候說過 我們學科學,其實就是在做一個有系統的研究 進行一個有系統研究,首要的東西就要分類 這個東西就不是生物科獨有的 如果同學有留意,甚至乎你上到高中 我們學化學科,化學科將所有的元素要分類 放在同一個表,那個表就叫周期表 好了,我們再下,將生物分類 剛才也說過了,就是分到動物和植物 但動物和植物的這個分法,其實分了很多 所以再進一步再分 我們先針對動物,動物我們會針對 它有沒有這個叫脊柱 有些人叫脊椎動物,我描述了這個字 為什麼描述呢?因為真的很多同學都搞不清楚 究竟脊柱、脊椎是什麼呢? 那是什麼來的呢? 可以知道一些,又不是很清楚 我們撒入詳細看 好,我們先看一看,我們通常就是這樣的 我們寫就寫有脊柱,OK 動物就叫做有脊椎動物 好了,我們去看看我們那個文件檔 究竟這個脊柱和脊椎是在說什麼 大家要留意的,我們頭幾個章節在單元二 就沒有這個附加資料給大家 因為我都覺得比較直接 大家可以看的時候就可以去得快些 那我們看看,究竟脊柱是什麼呢? 英文也挺複雜的,因為為什麼呢? 英文也有幾個字去描繪同一樣東西 你叫做Sprite,Breadbrone,你叫做Vertible Chlorum等等 其實有很多叫法,我們看看究竟是搞什麼 複雜就是一個脊椎的動物 那就是什麼呢?就是背側、支持性 中間的軸的主要骨 講得簡單一點,你寫中間的部分 你只摸都摸到,就是你背部的位置 你摸一摸到,那個就是你的複雜 既然是這樣,我用回人類為例 人類的脊柱裏面就有二十四塊,叫做複雜 我當然不仔細說,要不然就變了 跟我們的內容有些偏離 我們很快看,有二十四塊複雜 包括是頸、胸、腰、不同部分都有骨 有底骨,底骨裏面有印帶等等的東西 這一連串就組成了我們叫做脊柱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大家請你留意 我都幫你隔著了 這個部分 基本上不論你是哪一種植椎動物都好 你發現它這個複雜連接著你的頭 和所謂的尾,這裡有寫 人類來說,你的肋骨和你的寬骨 中間有你的臘骨 形成我們的胸腔,腹等等的部分 我再提一次,我們的脊柱最重要是連接頭和尾 有時候我們廣東人整個叫大陣 腰是很重要的 扭到腰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裡是針對脊柱 脊柱的受傷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呢? 甚至乎你聽到說脊柱受傷 甚至乎走都走不了 什麼半身不遂呢? 原因就是這樣 原來脊柱的內部 上而下形成了一條 叫做縱橫的脊管 一脊管裡面,大家有熟悉的字 叫做脊水 原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在我們的脊柱裡面 僅構一起就是我們的脊水 所以是十分之重要的 以來我們脊柱支持我們全身 保護我們的內臟 甚至乎我們所有運動的部分 都需要我們的脊柱 所以這個部分是十分之重要的 反過來我們說 這個叫脊椎動物 它明顯地就有這一條的骨落 沒有這一條的骨落 甚至乎 有一件事請大家留意 不要混亂兩個字 脊柱和脊椎 你可以說你有脊柱 那你有沒有脊椎呢? 當然有,脊椎可以這樣寫 可以叫脊椎 脊椎骨 或者叫椎骨 就是什麼呢?脊柱有多個 當然因應你的動物 不同動物都有不同的 脊椎 所組成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一點 好了 我們再下 因為這個部分比較重要 因為決定了我們所有 如何分解脊椎動物 所以我再詳細一點 這個脊椎動物當然有一個 脊椎的部分 就是叫脊柱 我們統稱它 這個叫做內骨落 或者叫做 體內骨 體內骨當然有軟骨和硬骨 軟骨大家都理解到 什麼叫軟骨 就是關注之間的 就是軟骨 硬骨大家都能觸摸到 手臂、腳等等的部分 它是支持著全生的 通常這個叫做 體內骨 或者叫做內骨落的動物 或者叫脊椎動物 就比沒有脊椎的 較大的 這樣又不難想像的 你想像我們的脊椎動物 骨落在內部 就是我們所有的肌肉等等的東西 就容易向外伸 就是有一個架 你不停把衣服放上去 那你的生長 就像我們放三五樣 隨之而增加 那反過來 有沒有一些叫做 體內骨 或者叫做外骨落 當然有 也是很常見的 叫做截肢動物 就是我們的蟹 等等 原來它的所謂的殼 其實你從它的層面看 就可以叫做它的骨落 它是生在外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如果是蟹 或者蝦 就算是大量的 這類生物也好 它每一次的成長 就叫做脫殼 所以俗語說 我們吃的軟蟹 就是剛剛在脫殼的階段 當然體型就受到限制 大家都不難想像的 因為它每次要生長 都是要進行這樣的過程 好了 所以這裡我文字也有說到 它的骨落是位於它體外 所以它生長受到限制 所以體型就不大 大小我也順便提醒 這當然是相對地 你說阿sir有些蟹都很大 有些龍蝦有些都很大 你要相對 究竟它和我們的外骨落 和內骨落 兩者生物之間的比較 就是一個合理的比較 如果我們大象 當然它是一個看內骨的動物 當然它比蟹大很多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比較 好 好了 我們回到我們的 PowerPoint 好了 既然我們理解到我們的 脊柱和脊椎 因為兩種分別 我們要留意 以後寫的時候 不要寫錯 好 反過來 我們剛才分類 就說有些動物是沒有蟹 沒有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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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學就馬上提出問題 阿里sir 我怎麼知道沒有蟹 有時候真的看不到 但我們的常識告訴我們 有時候 若莫都知道哪些是有蟹 這個方法 其實不用擔心 現在的科技 我們透過X光片 就很容易 就知道 究竟這個生物 有沒有蟹 好了 先看看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 我們再仔細分 把動物分 它叫做魚類 即是我們說的 魚類 魚類 即是我們魚 我選了一個比較 叫做 雕鑽一點 特別一點的 就是我們海馬 原來海馬是魚 大家有沒有知道 原來海馬是魚 我看看我們剛才說的情況 它有沒有蟹柱 是有的 從頭去到尾 這部分就是蟹柱 所以海馬是魚 而且它很明顯地 有蟹柱 有條主軸在那裡 那我再下 另一種就是我們兩棲類 青蛙 青蛙 青蛙的頭 貫穿到尾 青蛙沒有尾 它的尾 尾 尾 到我們叫寬骨的位置 有條主軸 這條是它的脊椎 有條主軸 所以我們這隻椎動物 如果透過我們的X肝片 很容易決定它有沒有 蛇 更加明顯 到尾 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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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奇異鳥 紐西蘭 有的 這個奇異鳥 大家可以留意到它從頭 尾 當然頸很長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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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就更加明顯了,我們的頭部去到寬骨的位置 都是有一條明顯的蜘蛛在那裡 好,我們再下,我們粗略就把動物從這個角度去分 我們的蜘蛛動物就有一條蜘蛛在那裡 反過來,無蜘蛛動物就找不到蜘蛛 剛才也說了,體型比較小 好,我們看看 那隻蜘蛛動物,如果我們分了,阿sir 都是把它分了一半而已,有隻蜘蛛沒有隻蜘蛛 那這樣分法,可不可以再細一點呢?當然可以了 我們說再細一點之前,請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這裡,在我們的螢幕,或者你們的PowerPoint,筆記也好 相對地的右手邊的上角,都有延展課程 即是跟我們之前說過,凡是有延展課程 即是說內容比較信心一點,因應學生能力而學 但我相信很多同學,或者很多聽眾都粗略知道有這幾類 好,我逐樣來 好,那我們 基本上就分了五類 第一樣就是我們的乳類 剛才我給大家看過 X光片,我們海馬為例 它是一個乳類,有隻蜘蛛 我們的青蛙就是兩棲類 我們的爬行類,比較舊些就會用爬蟲類 這個字都比較舊的,就是爬蟲類 即是跟蟲類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蟲大家都涉獻到,好像這個概念 就應該把我們毛脊椎、昆蟲的部分 甚至乎是否是幽隱、蟲 所以現在就普遍上都寫爬行類 好,再下了,蟲類 剛才我舉例的奇異蟲 我們的暴乳類 這些就再劃分了五種 好了,既然劃分了五種 我們每項就再看看 我們就選取它的身體特徵 作為我們研究的部分 唐問,阿Sir為什麼要選這幾樣呢? 通常我講過 身體特徵是一個最明顯的 最容易觀察到的 作為我們的身體特徵 我們先看看,先看是鱗片 鱗片分兩種,一種濕,一種是乾的 那這一點,為什麼我都要用紅北哈拉佐 還有註解呢? 因為這一點值得我們詳細再講一講 請大家留意這一點 好了,第二項,跳了這兩項到第三項 濕潤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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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髮 乳毛 它的臍,刺膀和乳腺 這些字呢 對於大家來說 相信你的以有知識 都告訴大家 若我粗略都有個印象 那什麼叫毛髮 什麼叫乳毛 其實大家都有個印象 那我就不刻意在這裡說 那我就 將它的特徵呢 一次過呈現了 舉例如,這條是珊瑚魚 珊瑚魚很明顯的鱗片 就是濕 那就是拿一條魚上來 鱗魚說,你覺得它很滑 很滑的 不是說有水滑的 就是有散 那這個叫濕潤的鱗片 我相信你買過魚 或是湯過魚的同學 都感受到 真的滑的 好,再下 江的鱗片就是沒有了 再說一次 江的鱗片 不代表它沒有水 就是剛才說的情況 有沒有散 滑不滑 毛髮當然沒有 那去到哪一點它有呢 就是它的旗 旗當然我們有水 鱗魚 鱗魚的旗 就是我們俗語說的魚翅 就是它這些部分 可以嗎 好,再到下一項 下一項就是兩棲類 就是剛才說的青蛙 我們又一次過看完 那頭的兩項當然沒有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接觸過青蛙 或者你經過街市也好 甚至乎水族館也好 你見過有青蛙 那當然沒有鱗片 但是它濕潤的皮膚 這又是 我又再三提一次 你有沒有介意 李Sir唱戲 是不是身體濕了 不是 就是你摸下去 你覺得滑滑滑 就算抹乾了 你也覺得有些東西在 就叫濕潤 好嗎 這個就是濕潤 或者叫濕滑 的皮膚 那有沒有毛髮呢 當然沒有 乳毛沒有 旗毛 乳腺也沒有 乳腺也沒有 這就是它明顯的一個特徵 好了 去到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 爬行雷 爬行雷呢 第一項沒有 第二項就有 原來它的鱗片 基本上是乾的 但是你接觸這個蛇的鱗片 當然機會很低 無緣無故接觸到蛇的鱗片 但是如果你摸摸 如果有養龜的同學知道 龜當然是綠地的 即是無緣無故接觸到巴西龜 你會發現 摸下去真是乾的 真的 你不會覺得是滑的 它的鱗片是乾的 即是它渴 當然沒有皮膚 沒有濕潤皮膚 沒有毛髮 乳毛沒有 旗毛 打厚一點也沒有 好 那我再下 去到鳥類 鳥類呢 濕潤的鱗片 當然找不到 乾的鱗片 大家可以圈圈它 李Sir把這裡打交叉 可能有些同學 對於這個生物研究 很有心得 李Sir說的一部分 我稍後再跟進這部分 究竟鳥類 舉例是鴨 有沒有乾的鱗片 好 再下 當然沒有濕的皮膚 沒有髮毛 乳毛就有了 基本上身體九成以上 都被乳毛包圍住 沒有這個旗 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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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一定會飛 大家都有共識 沒有乳線 最後 去到暴雨淚 暴雨淚鱗片 相信大家馬上猜到 一定沒有 濕潤皮膚 沒有的 毛髮就有的 人類有沒有毛髮 人類基本上全身都有毛髮 密度就因人而異 當然 看你什麼種族 有些可能多些 有些少些 乳毛也沒有 旗也沒有 乳線是有的 舉例 很明顯 有乳線 好 反而我想回來 再看看 究竟鱗片這件事 好 大家看看我們的文件檔 文件檔 第二點 我認為是針對 鳥類的足部輪騙 剛才也說了 如果對於生物很有研究的同學 就會質疑李sir說的 他說 很鳥類 很有鱗片 我們馬上看看 他說 多數 看一看文字 多數的 爬行類的身體 差不多全身都覆蓋著 角化的鱗片 怎樣來 反而對於 太艱深了 他由針皮衍生出來 鱔棒 或者鱔片 如果 Da food 鱗片 很明顯那些都是科型 其他的徵異是不同的 它是由角質的鱗片 所以 dari做表皮而來 而不是針皮而來 我們當然就不可以追溯起源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看鳥類 所有鳥都會有腳 沒例如跟身體很強 усп 鳥類有腳 有腳,你留意一下,原來腳的部分和爪的部分,相對我指著,其實它已經有一個角質鱗片存在了 這個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以想像到它的爪部分,有保護它,捏食等等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料類都有這個角質鱗片,既然有這個部分 如果你回頭去思考之前的泡泡,你說料類身體上有沒有鱗片,是有的 不過要從比例上看,因為它九成以上都是被羽毛覆蓋著 所以這個比例太少,所以你說它沒有鱗片,基本上我是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說從一個很仔細,很挑剔的角度去思考,你說它沒有鱗片,不接受 那就因人而異了,為什麼呢?我再說另一個例子 好夜老鼠的尾部,甚至乎穿山甲,這些是暴雨類 全身都有角質鱗片,你可以這樣想,可不可以說暴雨類是有鱗片呢? 某些品種是有鱗片,但不是所有品種都有鱗片 而且有鱗片的品種實際上真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從這個科學的分析,從這個科學的研究的角度去看 當然我們看最多,最有代表性的那些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暴雨類是有鱗片 同一個概念,我們不可以說鳥類 就針對它說它有鱗片 反而我會針對說它是有這個羽毛的 好,我們回去看我們的PowerPoint 好,我們再看我們的PowerPoint 我們剛才也說了,原來把植椎動物造成分類 建基於它的外觀的特徵 它的外觀的特徵其實都是從它們生物的進化、演化而來的 你同學會問,為什麼會演化到有些有鱗片 有些沒有鱗片或者有些的特徵呢? 剛才也在前幾章都說過 因為都是因應它的生境、行為雜星而演化出來的 好了,我們先看看 我們再重溫 我們的植椎動物,例如乳類 我描述的部分就是新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它有濕用的鱗片 它用腮呼吸 為什麼我用腮呼吸這一點會描述它呢? 因為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外表的特徵 你將它的位置揭開 你看到它的腮部份 要進行空氣交換,即是呼吸 有期就會游泳 然後體溫隨著環境改變 不是一個含溫動物 一樣的道理 現在這一點也不是一個外表的特徵 當然它是特徵 在水中產卵 所以如果再去研究一種生物 再仔細去分,再去找它的特徵 其實從表面去到它裡面 即是看它的雜性 看它的內裡結構 好,那我去到兩棲類 兩棲類同一情況 除了以上的特徵 還有其他特徵 我問皮膚濕醃 有的 這一點相信大家不陌生 有些小學的教科書都講過 它說在它的科斗 如果用青蛙 就是用腮呼吸 成長之後 就透過用皮膚 用肺去呼吸 在陸地的時候 下面這隻動物比較特別 叫榮原 香港也有 因為這兩棲類是有尾的 有尾的 同樣地 它也不是一個含溫的動物 它身體的溫度隨著環境而變化 同樣地也是水中產卵 好了 我再看了 彭杏磊 我們的海龜 鱷魚 剛才說了 它剛硬的鱗片 就是它們的外觀上的特徵 用肺呼吸 一樣的道理 肺呼吸 你也是外觀上看不到的 那你當然要劏開它 俗語講 或解剖才可以看到 同樣地 但是它們都不是含溫的 它是體溫隨著環境而改變的 所以有時候你留意到 養龜的同樣都知道的 那你發現 那些龜 如果你戶外 它需要曬太陽的 即是長時間就發現它不動 走出來 上了岸 其實曬太陽的 特別是冬天 你發現天氣冷 它的活動情況就減慢 那是陸上產卵 即是俗語講 生蛋 好了 倒回鳥類 鳥類全身有軟毛 這是外觀的特徵 用肺呼吸 有個悔 它沒吃 那這裡當然是外觀 有刺旁 這一點要注意 它基本上是含溫的 含溫 含溫就是身體的溫度 不會隨著環境而變化 一般來說 鳥類的溫度 比暴雨淚高 這一點要注意 好 那也是陸上產卵 好了 那我們去到我們的暴雨淚 即是我們自己 全身有毛髮 毛髮長短 剛才也說了 不玩一 即是有些感覺 已經沒有毛髮 可能是短 好 接著用肺呼吸 有乳腺的 乳腺有時不太明顯 這個特徵有時不太明顯 一樣是含溫的 含溫的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胎兒在母體裡發育 發育 發育完成後 才從母體產出的 這就是我們暴雨淚最大的特徵 好了 那我們去到下一部份 就是植物的分類 動物的分類 說了很多 一 就是獲程有 二 相信大家都容易些理解 平時日常生活的接觸等等 植物的分類 比較上 可以這樣說 簡單些 基本上用兩個環節去分 有花和沒有花 是很難去考究 我先看左手邊有花的情況 你看到楊智晶 百合向日葵 當然看到有花 相信你問一些幼稚園的小朋友 都能回答到哪些有花 但反過來沒有花 就不代表你是看到或是看不到的 有時候真的花可能很小 不是那麼明顯 事實上有些植物真的沒有花 舉例 蟲 我們的蟲樹 我們的蟹類 蟹類就是我下方 這個部分 我們的右下角 蟹類 我們的蟹類 這些就是沒有花的植物 所以比較上難決定是有花還是沒有花 好了 最後 我們就給大家看這裡 我們的草為例 一般的草 究竟是否有花 其實是有花的 不過剛才也說 因為有時候花真的很小 真的不是那麼明顯 顏色又不是鮮艷 他們比較上難觀察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